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捕杀一些动物的时候 特别我所了解的像比方说捕杀蜘蛛园 他们通常在一个笼子里面就放了很多的花生 可是当蜘蛛园伸手去拿这个花生的时候 因为手中的花生是满的 他无法从那个洞口出来 事上他只要放掉 他就给逃脱了 可是因为不愿放 他反而被抓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教导 彼得在这里教我们 面对这些假先知的毁谤 这些假先知像畜类一样的这些教导的时候 我们要有赢在隔级 而不要输在心机 假先知假师父 他们毁谤士也毁谤人 就像那个无知受苦宰杀的动物 当我们离开正路的时候 我们就有可能 也遭受很多的假的教师 假的师父的一个教导 就像先知巴兰 曾经蒙成喜悦 但是因为他的贪爱钱财 这个先知 曾经差点跟摩押的王巴勒 同谋来咒诅以色列 在故事情节里面看到 吕走偏 他也几乎受死 但神在这里面给了恩典 让以色列得署 而假先知的教导 正是让我们可以离弃正路了 所以接下来的15、16节 就在提到离弃正路 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 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 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 巴兰就是那贪爱不欲之功架的先知 他却为自己的过犯 受了责备 那不能说话的驴 以人言难阻先知的狂妄 当巴兰跟巴勒合作的时候 巴兰是愿意挺而走险的 虽然他刚开始不愿意 但是当他可以因为钱财而转变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他的挺而走险是有他的缘由的 但神在这里面一切掌权 所以他用驴的说话来恶阻了这个歪风 同样的我们也应当如此 因为我们不应该像那没有灵性 神来就是畜类的一样 只为了一些小小的心迹 却忘掉了神所示给我们的格局 接下来我们来看17到19节的经文 这些人是无水的井 是狂风吹逼的雾气 有漠黑的油暗为他们存留 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 用肉身的情欲和谐音的事 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忘形的人 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 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 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 在这个经文里看到 水井跟雾气 基本上是带来饮水的盼望 但是如果水井无水 雾气不带来水 那无水将使大汉之妄云泥 一切都要幻灭 所以贾先知也是一样 他们用虚妄惊夸的大话 引诱俯信主的人 进入那肉身情欲邪音当中 所明当之道 这些假先知虽然应许人自由 他却是引我们进入到罪的瑕疵 我们原先要追寻的是有 反而我们成为了那样瑕疵的一个奴仆 接下来我们看20到22节的经文 倘若他们因认识主 救主耶稣基督 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 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 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他们晓得异路 竟被弃地传给他们的生命 倒不如不晓得唯妙 俗话说得真不错 狗所土的 他转过来又吃 猪洗净的又回到泥里去滚 这话在他们身上 正合适 欲望的事 箴言书里面特别提到了 欲望能行欲望事 行了又行 就如狗转过来 吃他所土的 我们知道猪狗 他们不知道如何洁净自己 所以他们会反过来吃惠物 洁净的又去滚 烂泥 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 列根的老我 不也正是如此吗 我们虽然得蒙救赎 但是我们对那过去的老我爱情 最后可目如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彼得在这里教导 如果我们不洁净 不持续地成圣我们自己 那我们是会步入那老我了 就像耶稣也曾提到 壮士进入到家中 把他清干净的 如果我们不持续洁净 那后来来的七个鬼 就更让我们 堕入那样的老我 不好的情况当中 我们如果为主所洁净 却又不入老我 那么洁净的身体 心灵 事实上是更容易受到 魔鬼的入住 来欺凌我们的 所以让我们可以防围 渡见我们的恶 让我们可以立定根基 格局在天 远离一切的老我 求神带领我们前方的道路 要杜绝一切的假先知 假师父的教导 不再去吃会晤 不再去滚烂你 求神引领我们前方的道路 愿神祝福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